右檔各位圈頭這邊有大家早 好 瘋狗老師 我們先來看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個股開始有一些賣單的調節 流了上影線 特別是近期比大盤還要來得強勢的散熱族群 其紅因為有投信的護體加持 股價不斷地在衝高創高 今天又見高點了 但是目前漲勢收斂 加上今天恐怕估計量能 大約是在5萬張以上 目前成交量已經來到4.6萬張了 要怎麼觀察記底作帳的行情呢 還能夠續報嗎 如果說整理的大盤 今天再呈現一個強勢反彈的過程 那先前已經是抗跌 然後今天還能夠領漲再創新高的 當然來到這裡你會做什麼 我相信通常不會等到記底作帳 最後一天才賣股票 它一定是在相對高點 會開始慢慢做調節 那麼來到這邊再創新高 今天有預估這麼大的量 要表示一定有相當多的籌碼要丟出來 所以照我過去一貫的操作策略 我都會提醒大家 爆巨量就不要再追了 而且現在大盤是不是已經要再持續創新高 看來不是 它是一個提升性的反彈 所以今天指數漲了400多點 但是請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賞停的加速 上市只有4加 上櫃只有8加 所以這個強度相對講是相對有限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創新高股 反而容易出現爆量 就像剛剛的一個太陽能的安吉 是不是創近期的一個高點 爆出了超大的巨量 為什麼 因為前兩天大家都很辛苦都在跌 然後它是強於大盤 強於現在的一個市場 所有的股票 它就是創新高 現在爆出巨量 它當然會怎麼樣 流上影線 所以我會說 如果說投信已經做了這麼久 買了這麼久 那今天有高點 一定是順勢做調節 但是現在是不是在公布2月的營收 那陸續有些股票 他們的營收表現都非常好 其實我會認為說 像齊鴻非常好 安吉也都非常好 但他們爆量之後 你先休息 等它休息個兩三天 你要去低接再去低接 但是我不認為說 接下來一定要馬上在今天 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而且今天指數漲這麼多了 我們要去挑的股票 一定是未來具備有長線題材的 我認為這個空間才會有 那我看到今天其實有一些股票 最先能夠攻到漲停板的 通常的一個特色是這一波段 跌得比較深的 第三代半導體化而物 這是今天兩家一起漲停板的公司 一個是漢磊 一個是佳金 因為是集團股 那你來看它的一個股票 這一波的漢磊從去年17 11月的173.5 跌到今年2月底的99 這跌的幅度夠低了 對啊 那時候也是跌到年限位置 沒有錯 因為跌得夠深啊 所以它進行反彈 那我認為這個它其實能夠進行反彈 當然第一個跌得夠深 第二個 也就是說 它們所切入的是第三代半導體化而物 那我們做一個長遠的聯想 近期油價是不是高漲 讓市場全部都非常的擔憂 那這個能夠解決的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變革 就是電動車 我們的一個出行的工具 正在進行大量的一個轉換 這是一個長線的趨勢 未來電動車一定會完全面取代燃油車 那既然是這樣 那就要使用裡面效率最高 那對整體的車用來講說 能夠提升效能 減低的這個能量的 那當然就是IGBT的這個產品 所以利用彈化系 彈化加等等來製作 這相關的一個材料 對電動車來講 這個是一個長線的一個趨勢 所以只要有這樣的趨勢保護 那當然今天就有機會 所以跌得夠深 然後再加上說長線趨勢又有 那今天率先往上攻 好 那既然已經供到長線 就不用多說 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天整體族群 有一樣概念的還有誰 3016的家境 也一樣是有碳化系 碳化加的概念 8121的月峰 今天其實也是跌得夠深了 從12月的高點跌回來 已經將近快要腰斬了 那這邊也在進行反彈 同樣的題材 還有誰 像6125的廣運 那它這題材就比較多 那它又有太陽能 然後又有自動化 那當然它也有轉投資 順公司的盛興材料 這個也是提供它的半導體 所以這些都是今天 盤面上的一個重點 那掌勢的加速這邊 我認為這是長線趨勢 保護短線 那你去找其中價格比較便宜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電動車在做一個衍生 今天還有一檔個股 是我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 是大號623我的華府 3月1號跟大家報告 我說整個個股 它已經來到這個位階 在季線附近 雖然在2月24號那一天 大家都很擔心 但它股價並沒有 跌破那邊的一個低點 所以我在3月1號跟大家講說 那在這個位置的話 我會認為電動車 輕量化的趨勢 那它應該有機會 那當時我跟大家報告 3月1號 那你看這幾天 它也是受到了 五二戰爭的擴大影響 但是第一時間 景氣 第一時間這個戰事 有稍稍解除的一個態勢之後 它就已經開始怎麼樣 瞬間公道漲停 那這就是電動車 所以我今天再幫他找到 一家公司 大家可以去做注意的 就是這個是在 整個電動車的長期趨勢之下 要建立的一個 基本的基礎設施 好 充電裝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但是現在要做充電站 那充電站裡面 支付系統就很重要了 那現在都是無人支付系統 所以這是一個大的變革 大的轉換 新的商機 這個代號 在執行這樣的產品的公司 就是代號5258的紅寶 它本來就是做POSE機的 那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歐美各國全面都採用 所謂的無人支付 還有就是無人商店都在做 那我們去看它的一個營收 去年營收都非常爆 年增率都非常的高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個 到去年的12月是創了營收高點 最高來到6.2億 那月增36% 年增26% 那1月份相對來講說是比較淡季 但維持在5億的水準 雖然是月減 但是年增86.85% 請大家注意 1月份 如果說它1月份有到5億的水準 去年的2月份它是1.63億 那以現在讓你看它2月份的年增率 可能還會非常的高 維持一個高速的一個 增長的一個態勢的話 我會認為說今天的一個股價 又站回到了所有的均線之上 那我會認為說 投資朋友可以好好去期待 它2月營收的一個發表 那股價的話 絕對價格還是相對比較便宜 那麼迎接了一個解封商機的話 投資朋友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封路老師你今天提到了解封商機 大家當然第一時間聯想到的是 之前漲過一波的航空股跟旅遊股 今天其實旅遊股還是蠻強的 突然網上急拉工漲停的 有兩黨叫保德利跟武福 旅行社方面工漲停 帶動了山富 漲幅現在也超過7% 易飛王漲幅也超過6% 鳳凰 甚至在雄獅王品 也都是被列為解封概念股 今天有回神的 但是投資人在前一波 台股下下的過程當中 或許有一些人是面臨了套牢賣押 今天如果真的解套的話 不管是在航空股也好 或者是旅遊股也好 到底它有沒有續抱的空間 畢竟現在傳出說 空運的運價再度寒漲 因為華航現在有4架飛機要進行維修 所以倉位就減少了 這當然恐怕也會帶動空運的運價 再往上拉高到一波 但是不知道會漲多少 目前是傳出說一到兩成 那到底是要解套還是續抱呢 我認為在這個位置裡面 應該有機會進行解套之後 繼續往上攻擊 因為解封航行 這個是一個壓抑了兩年的旅遊潮 我相信人在經過這麼大的壓力之後 未來的反彈都非常大 你想想看白鴿球 彈力橡膠球壓縮到極致 那未來的反彈的高點一定會非常高 那你看最近這一些的一個旅行社 我們來看這一波的龍頭代表有兩家 一家我認為應該是鳳凰 你看他從二月份開始站上季線州 從43塊直接飆升五成來到最高69.3 現在的股價你認為 從過完年之後到現在 它漲幅是不是還是維持相對大 將近五成 所以這個趨勢並沒有改變 可是我們現在解封了嗎 還沒 那利多沒有實現 對利多沒有實現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2731的雄師 它是國內最大的旅行社 它呢因為去年虧損都比較大 越大間受到的衝擊越大 對不對 好那它也是在二月份站上了 一月底二月初就已經站上了季線 那站上季線之後 它還不往上走 畢竟鳳凰去年有賺錢 熊師沒有賺錢 所以它漲幅相對落後 可是我們要知道 未來爆發力最強一定會是誰 一定是熊師 因為它還在投入資本支出 我們說過它現在每個月 大概要增加20到30人的員工 然後去應付未來要解封 所以它已經先做好準備 未來當然有機會 好那我認為它這一波 回檔修正也不是特別多 因為漲的就不是很多 回檔修正幅度也不是很大 那未來如果一旦開放 那我認為它一定會接到最多的一個 訂單 那這當然是機會 那再來就是航空的部分 剛剛又答說這個要漲價 那其實我們在昨天有特別提到 像以長榮航空來講 它回測到季線 其實這都是一個好的買點 因為真的解封美 也還沒嘛 還沒開始再客 那當然回到季線 就是另外一個起點 好而且這兩檔公司 不管是華航還是長榮航 在去年前年都壓抑了非常非常的久 好那去年底才剛開始轉強 那我也認同 早上其他分析室有時候說的 如果說去年最夯的應該是貨櫃的話 那今年最夯的我覺得是航空 那不管是長榮航或是華航 我認為在這邊都是機會 那今天兩家公司其實包括像華航 也站上了季線 我認為這一些整理完成之後呢 相對位階來講 長榮航再往上攻 它的位階是比較高的 那2610的華航 那位階是相對來講比較低 因為過完年之後漲幅比較大是長榮航 那華航相對比較小 但是我認為這兩家公司 應該都有機會再去往前坡 高頂去做邁進 我倒是認為這個是解封的一個概念 而且這是長期的一個趨勢 而實力多還沒有實現 我覺得投資朋友 是對這些個股 我認為都可以做一個長線的一個看待 一定會搬遷害 除了人士